71岁的船帽师傅张华元 中学时期就跟着父亲 学习打造船帽的记忆 他从小就在打铁铺里长大 看着父亲和爷爷 在店里为客人打造船帽 和各式各样的船上用具 25岁那年 他继承副业 经营父亲的打铁铺 至今已经有50年 回忆过去打铁的岁月 张师傅说 基本上这个行业 干的都是体力粗活 冒着会被火花烫伤皮肤的风险 店里制作过最大的船帽 最重达两三百公斤 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如今港口都用 现代化的机械掉币 他的客户几乎只剩下本地渔民 他就淘汰了 他已经没了 海队还在海队 还在海队打海队 在海队上就去载了 去落灰嘛 我们在海队上就爽了 坐在那里蓋上 海队起火就没了嘛 去BBC了嘛 打造船忙耗神费力 还得弄得张兮兮的 张师傅感慨地说 根本没有年轻人 愿意踏入这个行业 如今他的打铁铺 也只靠另一名亲戚和工人在撑着 年纪大了 做起体力活往往力不重心 张师傅说孩子不愿意继承 加上自己年事已高 能做多久就是多久 叮叮当当的清脆打铁声 耗力打造好的船忙 或是已经陪伴张师傅 走过几十年光景的打铁炉 这些对张师傅而言 都是重要的岁月印记 NTVC冰城专题报道 感谢观看